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袁续虎 我是导演 也是一个随下摄影师 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往 导演或是摄影这条路走 因为原本在舞团呆 然后舞团都很多人的teamwork 中间因为原本解散 那时候有常常去帮一些 广告公司做临时演员 跑路套走来走去的 后来跟了另外一个导演 当他的副导 其实在当他副导之前 我已经是在帮忙拍很多 歌手的MV了 那时候拍一个广告的侧路 拍一拍就认识了当时的导演 他就找我去聊一天聊一聊 就说我在瞎拍 那你就先不要拍了 当我主要 他就不再是教我所谓的技巧 他就教我怎么生活 最喜欢的工作但是去海边发呆啊 水中摄影就这样来 然后当时只是做记录拍好玩的 就拍朋友啊 拍学生啊 很多也是导演 很多也是摄影 时间久了你就会 突然抓layout 然后开始去把它拍得更好 误打误撞的就变成 水中摄影 所谓被看到不见得你 真的是水中摄影 这个角色 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帮火澡拍死 可以帮他做事情的人 就很容易被他的死地病看到 我现在其实很在意他的功能跟外观 一定要双具备 然后我们在拍片的时候 通常都是会一整天 都是拍在水里 所以你船出去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海上飄 那我们通常这边就是 发电机 午餐 水 硬碟 全部都上船 我通常都会有习惯是 有警戒师跟片 所以就会给警戒师 现场剪接了 另外一颗硬碟通常都是在 场季那一边 就是变成我们在转场 转点的时候 通常就会分 因为在现场瞬间的时候 也希望他是很快的 因为都那么晚了 明天早上还要 七八点通告 已经搞到十点多了 所以通常在剪的时候 我也不希望他会卡卡 就选了SSD的 2T的硬碟 要这样变成我的 我的传输会比较快 比较不会顿 其实当初在做 东京北尾的时候 我的念头是 想要做一个 男生版的海洋的故事 用喜欢大海去 传递出感情 或者是在大海当中 创造了奔争不和 因为每个人看海的角度 都不太一样 从这个当中带出 人跟人之间的兄弟情